我觉得现在运动员 因为时代不同了 性格不同 其实也挺好的 挺聪明的 他们这些运动员 你就点两句就可以 你不用嘚嘚嘚嘚嘚 老那么嘚吧 就是有时候 尤其是他做错了动作以后 你跟他讲 他会反应过来的 但他没做的之前 你跟他讲不像以前我们听 现在小孩觉得他都懂 他们也挺积极向上的那种 但是比较愿意表现出来 像我们那会儿就是比较含蓄 现在小孩子 但我估计你现在就有慈母情怀了 是 是 是 我一看他们就跟孩子一样大 对 没事 以前我那九几年 带队员的时候 那会儿年轻有时候还真挺生气的 觉得这孩子那么不懂事 现在觉得他不是就一孩子吗 就跟是你女儿一样 他们年龄有的比我女儿还小 再给朱婷 漂亮 这个球界内 中国队拿到最后一分 冠军 中国队重回世界之天 经过四局的较量 中国队以三比一战胜日本 获得冠军 这次胜利 使中国女排在11年后 重回冠军宝座 而从2013年执教算起 主教练郎平 仅用了29个月的时间 2013年 朱婷再次临危守命 接受青黄不戒的中国女排 她上任后最重要的举措 便是从各地方代表队 卷拔了一批年轻队员 和朱婷过往带过的队员相比 他们的身体条件更为出色 但也有着90后独特的个性和脾气 面对如自己女儿般的队员 如何率领他们完成国人 争金夺银的期望 对于朗婷而言 绝不比当年自己打球来得轻松 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 刚刚上任的朗婷 就曾调侃过年轻的队员们 在这些队员都是90后了 这我感觉特好 当时是这回事 就是她不知道 她自己不懂 她觉得她都懂 其实她不懂 你就特别耐心地跟她讲 然后有时候 其实你不用讲太多 她蹦一下撞墙了 她说我没懂 然后回来你再跟她讲 是这么回事 她不像我们一开始就听教练的 我们那会就听 为什么教练这样 我觉得现在运动员 因为时代不同了 性格不同 其实也挺好的 挺聪明的 他们这些运动员 你就点两句就可以 你不用嘚嘚嘚嘚嘚嘚 老那么嘚吧 就是有时候 尤其是她做错了动作以后 你跟她讲 她会反应过来的 但她没做的之前 你跟她讲不像以前我们听 现在小孩觉得她都懂 他们也挺 就是挺积极向上的那种 但是比较 比较愿意那个这种 表现出来 像我们那会儿就是 比较含蓄嘛 现在小孩子 但我估计你现在就有 慈母情怀了 是是是 是不是啊 因为你看他们 就跟孩子一样大 没事 以前我那九几年 带队员的时候 那会儿年轻 有时候还真挺生气的 觉得这孩子那么不懂事 什么什么的 现在觉得 哎呀 她不是就一孩子吗 就跟是你女儿一样 他们年龄有 比我女儿还小呢 1985年 女排五连馆之后 郎平正式从国家队退役 她本可以去担任 北京市提委副主任一职 然而她却放弃仕途 兜里揣着全家凑来的 90美金 自费去美国留学 从此开始了一段 漂泊的人生旅程 你觉得你的性格 适合做官吗 不太适合 为什么 我觉得做官的人 好像应该是 比较稳重啊 另外 你还不稳重 比较深沉 或者说比较有策略 我是属于这种 直来直去 比较直爽的人 所以反正起码当时 我对做官不是太感兴趣 1995年2月15日晚上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 郎平回到了北京 一下飞机 国人的热情 出乎了郎平的意料 此次回国 郎平特意告诉 提委和家人不要声张 可记者们还是知道了 这个消息 早早地在机场等候 此时 郎平已经35岁 距离她退役 已整整十年 郎平白天在训练场训练队员 晚上则拿出国外队员 打球时的录像带 研究外国队员们的特点 寻求应对策略 常常会研究到大半夜 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 郎平正和队员们一起吃饭 突然冬的一声 晕倒在地 特别不放心的 我们现在是那个 挺担心的 因为她的一声啊 都是都下个领牌了 另外我们那些朋友 一些球迷也都来电话 叫郎平好好地来休息 不要老他们疲劳 这个三四年的时间 很苦吗 辛苦吗 挺苦的 但是我觉得当时可能 那种热情和那个 那种责任感 然后再加上还年轻吧 我现在想想 我一天站的场地 七八个小时 然后回来 还要带队员看录像 挺累的 我现在觉得 我站四个小时 都受不了了 所以觉得那会儿还是 对吧 还是觉得有动力 有压力吧 就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这个球队整个 就要你手上 这个命运就要在你的手上了 尤其是对球员 觉得他们 因为我自己做过运动员 觉得参加文会不容易 所以希望他们能拿个 好一点成绩